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标准化也给讲完了 那我们知道标准化 相对于规义化来讲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优点 就是因为它的计算里面 是不是平均值和标准差 有这样的一个优点 我这个数据 我这个计算的结果 不容易受异常点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多数 后面的例子当中 都使用的都是什么 标准化 这是我们首要想的 你要进行数据的缩办 那你想到的第一个 就是标准化 那么看一下标准化的 一个总结是什么呢 在你的样本足够多的情况下 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它适合 现代的嘈杂的一些 大数据商业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 很多统计的数据 是不是有些数据 肯定是有些嘈杂的点 有些数据是统计错误的 那么这些点 你很难去找出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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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